我開了三四槍 因為他們人太多了 馬路上蛋殼四落 警方蹲在路面 地毯式搜查蛋殼 凌晨一點多 人舞之間吊殺場前 大批警力趕到現場 對空鳴槍連開四槍 但有對空鳴槍就對了 開了幾槍 四槍 四槍 被警方盤查的這群年輕人 抱怨警方開槍真的很誇張 十一名男子排排站 看似沒有鬧事 沒有叫囂 只是因為人數太多 讓警方一來就兩槍 我感覺沒有那個比喻 今天你是對空鳴槍嗎 沒有 我說得難聽 我來的時候大家都拿到那裡 你拿槍到那裡是怎樣 有必要做到那裡嗎 我現在有拿槍 就拿槍到那裡 拿槍到那裡 我也說 槍手起來 何必用到那裡 原來警方接獲通報 一群人在吊蝦場外 吃著棍棒刀蟹 懷疑可能要尋仇鬧事 讓警方不敢大意 用四發槍聲赫止 再請來警網支援 把人一一帶回派出所調查 道場有五六部 那個自小客車 然後有一批青少年 十棒 意圖要知識 然後因為人數眾多 我們警方道場 對空鳴槍 賀令 賀令他不要動 除了把人抓回派出所 另外還在五部自小客車上 搜出兩把開身刀 一把短刀和棍棒 這群年輕人 向警方說是要吊吊蝦場唱歌 但卻隨身攜帶這些道具 下場就是被一億送辦 記者陳古兵 黃旭雲 高雄報導 下場